欢迎收看我的小小师 陪你教数学 这堂课很重要啦 因为这是我们非常关键的一个进阶的讨论 如果这堂课你有学起来 在你的班上就会是排列组合很厉害的人 当然先从简单的问题开始看 六件不同的物品分给甲一饼三个人 甲的一件 乙的两件 饼的三件 共有几种分法 那自己动笔写一下 这个我们在入门十四道题目里面就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学入门十四道题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它会成为我们后面比较复杂的问题的基础 我们会利用前面这个讨论的模式 去让我们去处理更难的 更多条件的问题 所以从这一题开始 所以这一题 甲的一件 乙的两件 饼的三件 那拿到自己手上的是没有先后顺序之分的 所以六件不同的物品ABCDEF分配给甲乙乙丙丙丙丙 有几种分法 六阶除乙两个乙没差别除掉 三个丙没差别除掉 有的时候我会在前面多写一个一节 以作为六倍分给一二三 看到什么写什么 所以这就是这一题的答案没有错 所以它是60 那我们来看下一题 七件不同的物品 分给甲乙丙三人 他说有两人得一件 另一人得三件 有几种分法 我们建立在前面所学的 我知道 我明明知道这一题 他不知道谁才是拿三件的那一个 但是我就设定他是丙 假设丙拿三件 那甲乙各拿两件 这样我会得到的答案是 七件除以二件二件三件 对不对 所以这里是若 假二乙二丙三 如果假二乙二丙三 是这样子 好那 但是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 不见得是假二乙二丙三 也有可能是假三乙二丙二 对不对 那要怎么办呢 也许有的人马上就 三个人留在三个乘以三 这么说是没有错 可是这样不够好 因为我们的 要能够把它延伸到更复杂的问题 也就是说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掌握到 不管谁拿两件 谁拿三件 当我一旦确定之后 比如说我今天假拿两件 我就是变成乙乙丙丙 加加加 那我还是得到这个 七阶除二 二阶二阶三 乙拿三件也是一样 甲甲丙丙乙 那就是还是七阶除二阶二阶三 也就是不管谁拿几件 最后确定了之后 都是七阶乘二阶二阶三 所以我们把这个七阶乘二阶二阶三 跟到底谁拿几件去乘就好 OK那到底谁拿几件有几种变化呢 这题这么简单当然是三种啦 但是其实你要了解到这个三呢 我们应该把它视为是 甲乙丙分配给二二三 那我们在这个 入门十四道题目的时候 就强调说 留意这个一对一配对的关系 它假如有一对一配对 就会有阶层 没有就不是阶层算的 所以一对一配对 那你就会发现它是怎么样 三阶除一 这个时候注意哦 是这三个是不一样的哦 反而是这两个二是一样的二 所以这个三阶除二阶 这个二阶是给两个一样的二 这里的二阶二阶三阶是给 甲甲一一丙丙丙丙丙 一样的甲一样的一样的比 要能够想清楚 然后在这里附带一题 我都会叫学生超算式 如果我上课的时候 写在他的讲义上 我就叫他超笔记 那这个除了超笔记之外 我也会跟学生说 我不是为了要教你们才这样写 讲解给你们听 我不是为了要教你们才写 我其实是希望你们学会这样子写 如果说今天这一题一出来 你能够马上写对算式 因为你都记得 那就很棒 可是事实上呢 没有 因为他有点难嘛 没有那么多人能够那么流畅的做 那我会让学生 如果他在我面前 他看到这一题了 我已经教过一次了 他看到这一题 他会呆住 不太确定要怎么想的话 我一边讲 就会一边叮咛他 就是说 你为什么不写一下 这个假假一役 如果你已经有想到了 我可以先假设是 但是我忘记他应该要怎么写 你应该要让自己习惯写的 假假一役役役役 ABZFG 假一役和二三 你写的越习惯 你在写的时候会越确定 你可以一边写一边 确认是不是这一题的意思 写完了你就会知道 后面要往哪 要做什么 他会成为一个 让你有视觉上的刺激 让你去想到下一步 如果你都没有写这个的习惯 你就会更难想到下一步 可以吗 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题 七件相同的礼物分配给甲乙饼三人 礼物必须分完 甲至少得一件已得两件 比得三件有几种分法 所以你看这里我还很好心的提醒一下 是相同的礼物 相同的礼物那就是圈圈圈圈嘛 对不对 全部都是圈 没有没有差别 那甲又又不知道甲得几件 这样子要怎么分 简单来说 因为它一排都是圈嘛 它不是 你可以说不是一对一配对啦 或者说你就算是一对一配对 也会全除掉 所以这一题 不是上面这种几节几节怎么算的 它是直接讨论开来 这也是学生比较不擅长的 就是直接讨论开来 这可以理解 那 通常会出就代表它的讨论量是有限的 所以这个稍微的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甲至少得一件已至少得两件 丙至少得三件的话 我们这么说 甲一丙的话呢 它可能是因为总共七件嘛 你会发现这里是不是只有六件而已 所以你还有一件可以分配 所以它可以是 二 二 三 或者是 一 三 三 或者是 一 二 四 是的 那 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这一题因为只剩一件 所以你如果去想说 那就是那一件给谁 这样子 那你也会得到三种 没有错 可是其实它比较好的 这个思考它的习惯 还是要把它列出来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题 七件不同的物品分给甲一丙三人 礼物必须分完 甲至少得一件 乙至少得两件 丙至少得三件 有几种分法 那因为我的讲义是装定在一起的 所以我都会让学生去比较这两个题目 那你仔细看我们刚才解的这一题 我们是已经知道 他们分配的比例是二二三 只是不知道谁二三 所以我们在这里配对了一组 这个到底谁二谁三 那现在这个呢 现在这个呢 甲至少得一件 以至少得两件 比之少得三件 我们是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二二三 因为它也有可能是怎么样 也有可能是 二二三之外 有可能是一三三 也有可能是一二四 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情形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叫双层配对 就是说我们会遇到说 我除了最基本的已经确定的 夹两个移两个移三个这个配对之外 我们还会遇到第二重的变化 那第二重的变化会跟第一重变化发生什么关系 对不对 那上面这个是不知道谁二谁三 现在的情况是不知道配成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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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把它分开来写 所以没有错 我们要把刚才列的二二三 一三三和一二四分开来写 如果我已经知道甲乙丙配成二二三了 那就没有那个谁二谁三的问题了 因为就是甲拿二乙拿二丙拿三 那是七阶除二阶二阶三阶 如果是已经知道它配成一三三了 那是七阶除以一阶三阶三阶 那如果知道它配成一二四是七阶除以一阶四阶 那这样子分别算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是两百一 一百四 这个七阶跟四阶约要剩下七六五 七六五除以二四剩下七三五是一零五 所以总共有 四百五十五种 再看这题 七件不同礼物 分给甲乙丙三人 礼物必须分完 已经知道 三个人的情况是 有一个人他至少得一件 有一个人他至少得了两件 还有一个人是至少得了三件 那会有几种分法 那看起来好像很混乱 其实我们这样子学下来你应该可以了解 我七件礼物已经至少分配了六件 还剩一件吧 所以他仍然是这个二二三 一三三和一二四 就是要符合这个至少有一人一件 一人两件 至少一人三件 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这三类 只是说现在变成说 既不知道是这三类的哪一个 又不知道甲乙丙谁拿到了二谁拿到了三 我这样讲 这样有没有想到应该要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把我们 这里的这个分三项讨论跟这里的这个 配了又要在第二层的配对 双层配对 结合在一起 如果他们三个最后是用二二三的情况拿的话 那他的这个得到的会有七接除二接二接三接 那然后又不知道是甲乙丙谁拿到二谁拿到三 所以这里要有一个怎么样 甲乙丙配对给二二三是三接除二接 再强调一次 这个二是指两个二没有差别 因为这里是甲乙丙配对给二二三 那如果甲乙丙 我知道这三个人是用一个三个三个这样再分的话呢 那他就会是七接除一接三接三接 以及甲乙丙到底谁一个谁三个 也是三接除二接 因为这个二是指两个三没有差别 那这里的四指你会排成好 我假设是甲乙丙拿三个 那就是甲乙丙丙丙丙丙 三个乙没差三个丙没差的结果 那如果是用一二四拿的话就是七接除一 一接两接四接乘上 注意喔,我們這個124配對給甲乙丙 就是3階,沒有要再除以那個2階,因為124三個是不一樣的數字 那這樣子算出來的話會是多少呢? 我們剛才這個算出來是210,乘以3是630 然後這個是140乘以3是420 然後這個是105乘以6,所以也是630 那這樣子是1680 來看下面這個 7件不同禮物分3堆,禮物必須分完 有一堆至少1件,另一堆至少2件,剩下那堆至少3件,有幾種分法 它會跟上面那一題不一樣,但是到底不一樣在哪裡呢? 我們一邊討論一邊來看 因為它仍然具有這個1個至少1,1個至少2,1個至少3 所以沒有錯,它還是會背 分成 223 133 和124三種 三大類 如果按照223分 如果按照23分 那我剛講我們 所以說你不是說背這個式子而已,你要了解它背後的意思,它是什麼樣 我已經知道甲2件1,2件3件了,ABCDEFG配對給甲甲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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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的時候是7接除2接2接3接 我們現在依然用這個開始寫 所以我依然寫了一個 7接除 2接 3接 但是再回顧一次,我剛講這個算是背後的情境是 七件不同礼物 A B C D E F G 乙之甲甲乙乙 乒乒乒乒 那我们上面这题是 其实不见得是丙三件 所以我们成了这个 现在的这个问题 不是说不见得是丙三件 而是没有甲乙丙的 这个区别 没有甲乙丙的这个区别 那会怎么样 那他只有两个一堆 两个一堆跟三个一堆而已 没有甲乙丙的区别 那这个三个一堆会看起来 跟两个一堆的是不同堆 没有问题 可是那两个一堆的 我就分不出差别了 对不对 那两个一堆我们就分不出差别了 所以他就会在这边 除掉这个两个一堆的 这两个二 看起来没有差别 所以他会乘二 接分之一 这个二接就来自这两个二 没有差别 也就是我七件物品被分成 AB一堆 CD一堆 DEF 他会跟CD在这堆 AB在这堆 DEF 是没有差的 那你看我们刚刚讲 我写DC在这堆 BA在这堆 DEF 也是没有差的吧 所以说这两个之内的 对调没有差我们是算在 这个二接 所以这两个对调没有差 这两个对调没有差 这三个对调没有差 之外这两组对调也没有差 因为就是AB一堆是一堆 所以除一个二接 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里看到 这个会是7接除1接3接3接 然后怎么样呢 还是除以2接 因为两个3没有差 下面这个是7接除以1接2接4接 他就不用除了 因为一个一堆 两个一堆 四个一堆 这三堆看起来不一样的 不会有对调 产生没有差异的问题 那他就会变成是 这个是105 这个210除以2 还是105 这个是70 那所以是211加70是280中 那就像我说的 如果你我们这堂课上的这六题 双层配对不同情境 你都能够吸收起来 下一次看到都能够会 那其实这样子你的程度就算不错了 那这里一样有作业 可以去练习细节看 那就是我们今天这堂课上的 这两题以及这里有两题 然后作业都会在这个 粉丝页的 相簿里面 题目跟解答都会贴上去 好那我们再课上到这里